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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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二万五都到不了现在 你刚刚上个月那次二万五都到不了的时候 其实就是二万三零 二万四那里 二三几 二四几 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 其实你上又真的没有什么动力可以再上 再加上 特朗普又说要重新搞中国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的动力更加低 希望就向下方都有一些支持 暂时来说 如果这个月都是在上个月的水位浮沉沉 已经是一件好事 已经算好了 对 不过 差在大朗普怎么做什么动作 不过他大嘴巴来说的 天雷无敌 实际上做的时候 他都要想起 他做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美国 因为美国也很惨 所以可能现在的市 都大市没什么好炒 我们看到今早做的过股 特别是大那几只 方向都不是很明朗 都是升升跌跌 不是说升很多 不是说跌很多 现在看到10只活样成交榜 现在排台一位是很少见的中心 现在升了一成 另外 腾讯 靠运 美团 升2% 阿里巴巴升超过1% 都是有少少升幅 但反而过股的炒风非常强 不如说说中心 中心现在升近10% 16.76 虽然他还差一点才看到之前的高位 即是2月份的高位 但已经有个跌跌 而且是越升越多 一支羊竹出来了 反映是有资金越升越追 有什么消息呢 他有个分拆的消息 就是分拆业务在内地的创科板上市 另外之前升上来有另一个因素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中美的紧张关系 可能升级 这些都是翻炒的 就是翻盯国产化芯片的情况 国产替代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Mattag 其实Mattag 很多人都说是医疗器械 但再进而讲之 其实是医疗科技 这个叫Mattag 很多公司的名字叫Mattag 就是Mattag的英文名字 大家未必留意公司的英文名字 但也叫Mattag 不知道是否这样叫 好听点高档点的 是真的高档点的 因为技术 Mattag的定义就是 硬件、软件、软件、解析 三样东西都可以帮助人类的健康 更加进一步 所以我想硬件就叫机械 其中一份 今早中心的成交亦相当配合 现在是17亿的成交 现在只是过了9个字的交易时间 亦都是比起腾讯的14亿高了很多 除了中心就升成一成之外 还有就是信与光学 现在都升了5%的流上 升了5% 亦都是见到羊竹出来 反映是其实越升就越有货追 亦都是上回50天线了 其实从90元已经反弹 已经去到过100元 上回183元的水平 之前高位都不是很高 149元 好像仍有些机会 还是有可能去到20天线 就会先停一停 其实这个手机类的设备股份 是不是已经摆脱了之前的弱势呢 其实981 之前都有问我 但我真的没什么看法 所以根本没什么留言 但事实上是去炒一样的 也是事实上是帮助到业绩的国产体制 因为中文贵战 就令到有些东西 就是不可以外出 大陆都 即是华为 有人都用不到台湾的台积电 有人要用到它 这些真是受惠的 但是去到信与那些 信与都很靠手机市场的情况 那手机市场现在 其实我想 再上的难度 有点大 现在 都是不同 981 我觉得这些位置 暂时都是忽随 因为其实 不止说手机 整个5G版块 其实是说 整天说5G 炒5G 5G 如果听得 我说得多 其实我觉得 5G 还是有段时间的 那我之前都说 5G 会不会去一些设备股 等等那些 会好些 因为大家都要投资一些基站 但是 最新 都是更新一点 因为5G 大家有免费 其实这个 上三月和四月 即是大陆那边 中移动 中电信 中联通 都出了一些很大的Tender 就是建基站 那一起都建成 几十五万个基站 其实是很大的事情 但是你看 出完这些Tender之后 其实都没有反应 但是 如果出了这些Tender 以前就是 海蜜炒那些基站 设备股那些 什么2342 就是中铁塔 那些 都没有反应 因为 全民的那些价钱 不是那么好 哦 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叫那些中移动 这些投入 那么多钱去 建这么多基站 那你 取来不压价就怪的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整件事 就好像 搞到 就是本来以为 可以受惠那些基站设备 都受惠不了 其实是 好像整个5G的 整条车 现在暂时来说 我一看 就好像没有一间是受惠的 嗯 还有最近那些 最近那些 这样的基站 就是希望今年起到 那几十万个 全部都是叫做 SA的 我之前说的 是 9.5G 所以其实 也都可以 告诉大家 其实之前建的那些 那几十万个基站 全部都不是SA的 嗯 所以SA呢 其实现在大陆那里 最快都是年尾 第三四季才叫做 开始 局部地区 先推出 那些才叫做真正的5G 那现在慢慢要搞的时候 其实就是夏年 就是说商用 很多5G 除了速度之外 就是很多改变的那些 其实是夏年的事 所以其实整个5G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反而是很平衡的状态 大家都没有什么得益 没有什么受损 所以股价也是没有什么移动 所以不移动了 铁塔 现在只铁了 对了 也是有空炒一下 就是你说我们想买一些增长股 所以我们不买一些 所以我们想买一些增长 就是好像 一会儿也会说 MATTAG 哇 所以不要走开 我记得很多朋友 你已经在问 Michael 现在的专业 特别精于几个行业 就是MATTAG 以及一些物馆股 有兴趣 真的不要走开 另外我们也是先看大市 我们现在要照顾一下大市的情况 小米 可能也是这个概念 不知道为什么又炒上来 现在的成交也有4亿的流商 上升10.3元 还有升风也有2.7% 我们现在也在数 头几个活跃的港股 另外有邦和平保也是靠稳的 盈富基金靠稳 中海油也是不错 昨晚看到旗油升了2.7% 今早中海油升了1.7% 好了 现在我们进入气浴 这是两个新股 有1个是9996配加 配加医疗 这是B股 昨天已经超额认够200多倍了 还有10多张投锤票 它是15000元一手 投锤票也挺重 不如介绍一下 到底配加医疗是做什么呢 其实配加医疗呢 我觉得上两个星期 Mary上过来就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研究MEDTEC 有一只叫做体名的 医院领域 上市都是B股 它主要都是做一番东西 就是做这个心脏的心反支援 主要做一番东西 配加其实都是有两个业务 其中一个业务都是做这个 都是做这个心反支援的 另一个业务就是叫做神经介入 简单来说 配加其实有两个业务 一个叫做神经介入 一个叫做心脏介入 那叫做介入呢 其实介入现在就是 我看一些专业的内容 其实是说 以前讲医疗就是外科内科 现在都是其中 再有一科叫介入科 介入科 其实在某程度上叫做微创 就是微创手术 其实有些东西就是 要通过血管 去介入某些部分 去做一些手术 是令到以前有人要做一些很大的手术 开胸 就是要劏开人 才能做到 甚至要拿心脏出来才能做到的手术 现在就是用这个介入手术 可以做到 介入其实是分三样东西 一样东西就是心脏介入 心脏介入 其实就是现在你说的通波仔 就是最普通的通波仔 它是心脏介入的手术 是一种 是心脏介入的 另外就是 其实它也是在手术的血管里 慢慢穿过去 然后穿到心脏 然后就帮它通 现在就不止通波仔 帮你整个架 可以撑大血管 令到更加可以流通 另外有一种叫神经介入 神经介入就是 配加第一个心脏介入 神经介入 神经介入就是 你不可以 看一看 以为是什么介入神经 其实神经介入又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名字 神经介入就是等于脑血管介入 哦 就是你要去到脑那里 那些血管去做一些东西 主要都是 就是脑血管第一次想到 即时想到就是中风这种东西 所以配加都有做这些东西 那另一个就叫做 就是叫做 周外介入 就是类似他 其实总之不是脑血管 和这个心血管介入 就是这个周外介入 主要就是 很多时候 比如去到胸 等等比较大一点 就是血管 就是你要搞那些血管 就是那一类 但是最主流都是说心脏和脑 那配加就是做了这两样东西 但是这两样东西 其实因为它是一个B股 就是B股 其实大家的认识就是 这些比较高风险 其实很多 很多项目都是在燃的 收入比较高风险 其实它收入比较高风险 其实它收入比较高风险 好像1100万人民币 去年 其实很少 真的很少 因为它的产品都没有出街 就是没有发展 另外就是它那个神根甲 其实是收购了一间公司 但是收入比较少 因为它主要都是在研发一个产品 就是大家会相对看好一点 那不会觉得太多 我先问一下 不会啊 你继续讲我听 因为配加来说 其实我想最主流都是 大家看它的心脏的介入 其实就是心脏的支援 另外神经甲 其实就是它现在虽然有 神经甲脑 就是说一点点 老的那个血管介入 其实就是它老中风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出血性中风 一个就是缺血性中风 那出血性中风 其实它现在有一个产品 就是收入一间大陆公司 那里有少少收入 但是我看到它暂时有 那个产品不是那么飙青 所以纯粹叫它有些收入 但是又不是它老 就是血管 就是神经甲的主流 那个主业 其实主要大家的针 那个焦点 都是在未开启的产品 而未开启的产品 其实就是说 缺血性中风 缺血性中风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有个动物瘤 有人是血栓 就是失了那个血管 那个脑血管 所以那里 其实它就是一个产品 就是叫做 透过一些血管 伸延脂解入去 脑血管那里 然后就将那些血栓 勤回出来 是的 令到那些血液流通 是的 那就是它是这一层主义 这一层主义 这一层主义 就是没有那么快的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在那个神经甲那里 这一层主义 这一层主义 但是整件事 整件事 整件事 其实都不是看这一件事 是看心脏那里 那心脏那里 它不是做通波仔 它是做心反支援 那上两个礼拜 Larry 也说过 就是 其实 大陆有四间公司 是做这一件事 就是主要做这个叫做 TAVR 就是叫做 导管 导管入息 这个心反支援的手术 那以前呢 做手术呢 就叫做SAVR 就是外科做的 那外科做呢 其实是要开胸的 就是通常呢 你的心反 就是有些什么 就是不能复权的时候 你的血液就会倒流 因为心反就是帮血液 向一个方向去流 那你倒流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那有问题 以前就是 要修补心反 修补不到就要换 换的时候 你以前就要用开胸 就是开胸 拿个心脏出来 就是在体外那里 然后做完手术 然后又放回去 那其实整个过程 你看完之后 都听完之后 都觉得 其实很大风险的 是的 那么大风险 其实其实死亡率也高的 嗯 但是 大家不要以为心反 就是有问题 其实很小事 其实这个死亡率 其实跟癌症都差不多 嗯 而且那个也是 越来越多 会发生的事 但是因为这么大风险的时候 所以就开始 开始用这个微创 就是用血管导入 那通常就会是 就是主要就是 就是叫做鼓动物 就是在一个 就是屁股附近的那些动物 插 就是开始导入去 那么远啊 是的 慢慢导入去 就是要做显影等等 慢慢导入去 嗯 所以其实手术室 都不是普通手术的 都要有一些特别装置 才可以做到整个手术 那导入去之后 就是最主要就是 就是它其实就是有个 类似有个 圆柱体的 网状的支架 嗯 然后就中间 其实有个心反 那这个心反 是人工心反 那倒入了之后 然后你放适的位置 放回去呢 就代替了现在 就是不分成的心反 那个部分 好 那这个就是他们 整个整件事 就是要做的事 是 很详细的一个 就是那个 那个业务 那个内容 那个产品的内容 那就是我们这些朋友都说 这个好像上医学堂 那样 我说你真的什么都懂 其实我绝对 那时候 我看完之后 其实我看完之后 那时候拜阿有读的会考 但是也考完之后 也交回给他 那时候也看了什么 心室 心房 那中间又 就是又叫做什么 心反 有几个名字 那现在 是几十年 二十几年前 温固之身 温固之身 但是 其实心反有四个 那现在主要都是 暂时最主要都是做 这个叫做 主动物心反 那主要心反就是 左心室、左心房 中间的心反 那里 应该是左心房 和主动物 就是流出 那个心反 现在就是主要是做的 另外几个心反 其实还未开发好 那我们要详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我们的招股文件 再详细研究 到底这个 导管 心脏 反膜 医疗器械 到底是怎样的运作呢 它这个 9996 配家医疗 现在就已经公开招股之中 它就集资额大约23亿多 不算是很大 一手的入场费 一千股是一万五千多元 由昨天开始 去到5月8日就招股 又会在5月15日 即下周五就会挂牌 那我们的策略应不应该做 我听你这样说 它又好像没有什么真实收入的落袋 但是一个前景又好像需求很大 但它的入场费又挺贵 而且如果我们根据上次康芳的经验 是很难抽得中 但如果根据启明的经验 就是它上市之后 都好像有一段时间 是给你慢慢买的 但又不知道 当时和现在的市况 有没有两样 那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慢慢买就难了 因为启明上的时候 大家对TAVR 其实都不是很熟悉 那时候也还没炒起这件事 不要说TAVR B股的戒心也挺大 因为始终没有人来 之前有方康 还有另外一只 叫做99字头 都是做得很好 升了四五成 大家纯粹不理这些是什么股票 也有些人根本不理 TAVR是什么 都抽了 所以其实都预计了 应该一上市的话 都会升很多 所以除了抽新股之外 其实值不值得买 这些股票 譬如抽完之后 纯粹抽新股 抽了牛游戏 然后开市之后沽了 这些赚了几成 任何股票都行 几惡劣几差的股票 都可以做这件事 但你说值不值得长渣 就是另外一件事 还有为什么今次 也不是所有B股都这么厉害 因为TAVR这件事 在过往几个月 很多公司 很多比较大的公司 是开始布局 去入这个市场 去买这些公司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说 这是需求很大的手术 但是其实 依然很低的 因为你去做这些手术 其实大部分 你身份的问题 其实还没有用TAVR去做 因为这个仍然是 虽然 其实是出现了十年 所以在医学的角度来说 其实还未算是很安全 很安稳 还未做了一个很足够的数据 令到总之 有身份的问题就做了 所以暂时来说 都是在高风险的病人那里 就是大年纪 七十多岁 开不了胸 或者根本是心 有些结构性问题 就不能做开胸 等于病人才可以做这个手术 其实低至中风险 暂时都是推荐开胸 但是在外国来说 就开始 就是FDA 美国那边 也都开始 刚刚这几年 开始批准一些中低风险的 一些心反病的问题 的病人 就开始都可以用TAVR做手术 所以这个也都会 另外一个 就是 医疗的板块 实在是深不学差 那些医疗的知识 我们也要恶补一下 但是医疗板块 我们谈论炒股 其实之前 特别是医疗器械股 Michael也很长时间 跟我们分析过 特别是春立 和爱康的策略 一直都是看好的 本身就是启明 B股上市之后 一直在破顶 今天也是靠运 升上2.7% 起码跑赢的市 1789 也是升上4% 1789 今天也是 表现非常好 升了4% 也是进一步迫近之前的高位 现在越来越多 这类又是B股 大家都没有很强劲的盈利 但是前景大家都有看好 那会不会说 我们要重新布局 医疗 譬如说现在选择多了 你会不会是 配置上 现在有什么改变呢 其实在配置上 我们不会因为 譬如说 你像启明 我们本身也有持续 也有启明 也有 因为我们看好TAVR 也有行业 其实我们看 其实MATTA或者医疗器械 其实不是每一样东西都一定可以 但我们都会看整个行业 究竟未来的5至10年的增长 空间有多大 譬如你说 爱康和春立 其实主要是做宽骨 宽骨和膝骨的支援 因为在大陆那里 国产化替代 就是主要 其中一样 国产化替代 和医保又开始慢慢去补这件事 令到更加多人可以做这些手术 所以 因为老年化的关系 所以 再加上刚才国产替代等等的原因 所以这个空间 国产增长的空间 会很大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股价很贵 如果用传统的股价来说 这些什么爱康和春60倍 今年预期 其实很贵 但是真的需要一个 比较中长线的角度去买 去看这些公司这些行业 才可以长榨 如果不是你就短炒 短炒我教不了大家 如果长榨 一定要比较中长线的思维去买 所以TAVL 其实也是 是中长线的思维去买 就是觉得 刚才我说的这么多原因 其实都令到它 那个需求未来 是很爆发性增长的时候 那布置在这些TAVL的公司 其实每间都 所有公司都布了 有四间 其实有三间都布了 因为有一间 其实都觉得 技术上有点落后 因为会被人淘汰 哪间 那间没有上市 那间叫做江苏杰城 那间没有上市 但是因为那间 暂时来说 好像连第二代的产品也没有 那算了 还有它是用一个叫做心尖插入 就是心尖插入去做手术 就是它做心反致运的时候 还需要戒开心去做的 不需要拿心出来 但是不需要开胸底 需要戒开心去做 但是风险也大了很多 就是某些情况之下 需要这样做 那譬如在2018年的时候 就是你做TAVL手术 全中国这样 其实没有外国的货 因为虽然外国是领先一些的 但是因为中国人 那些心反 又是什么特别丐化一些呢 所以是需要提拉Made一些产品 所以国产的产品 就主要提拉Made 中国人的 所以你做这些手术 就全部都用各货的 啟名就八成 所以那只心尖那只 其实只有两成 所以其实慢慢 我觉得会 就是好像 那间被人淘汰 另外那三间 都是做 就是叫做 鼓动物资 就是插入的 那些呢 那些呢 那三间 都布局的 其中一间就是 另外853上市 就是 微创 下面有一间 微创心通 就是它 今年很多 就是大基金都入了股屋 应该今年 微创心通都会上市 是 所以另外有机会 大家可以抽一下 是 今年要预留很多资金 来抽一下新股 那一位朋友 就问到 1789 他就说 之前已经是配了股了 那 接下来 那个价位 就是这一段时间 就跌了些 下来 去到20元左右 那他就 看看他就没有说 他没有买的 那他现在好不如 不如继续持住呢 那持住 其实就像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中长线市位 但是我们的看法 其实就是 我们要中长线思维 才可以买这些股票 而为什么我们要 这样去中长线思维 去买这些股票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市场的资金 是越来越中长线思维 是 那就是看得很远 那香港的资金呢 其实你看到香港呢 我们这段时间都有一些文章 不是说大家没有价值 就是大家如果想买一些 增长股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看一些 太过传统的股票 就是汇丰其实没有增长的 一旦就淘汰了 是 甚至资金呢 就是我们之前看的那些 就是金融股啊 就是上去平安那些呢 就是我觉得他们 有人都觉得 都比较慢 是 就是他们虽然 不是比较慢 是增长空间 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他们现在反而报告呢 是增长空间很厉害的股票 就是 为什么 移海这些可以去到五六十倍PE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这间公司 或者这个 调味料啊 或者即食的市场 其实在大陆那里 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所以大家是信不信呢 因为你说到五六十倍PE 一七八九 现在都六十倍PE 就是大家信不信这些 如果五六十倍PE 买不买了 那其实大家说服不到自己的时候呢 就不要厉害要去长渣 所以大家要去信一样东西 如果不信的话就不要这样 如果信的时候 就看多些文章 或者看多些我们的文章 其实移海在疫情期间 跌了下来的 当时Michael和Larry 都是继续看好 事实上今天呢 它是破顶的 是破顶的 是破顶的 是升了很多 六十四个二 现在才在那里 问是否太贵 估值 也没办法 因为当时提醒了大家 是你信不信这件事 所以其实不是可以 叫你买 或者买不买 其实你不信这件事 其实就不会长渣到的 就是你只会 你一跌了 你便会害怕沽了它 另外 除了说是移海之外 昨天也另外一只 就是急升的 食品股板块 就是狗毛狗 今天又破顶了 十二个三毫六星的百分之二 但是 Ricky也另外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 他就跟你买了 Magtech的启名 亦都买了新东方在线 还有都买了一些物管股 ATM等等 可能他都应该跟着你买 都应该买你长线 看好一些有发展 就是增长前的股份 但是他又害怕了 五穷月 那应不应该继续持有呢 都是说一句 我们不会看这么短 我们不会理这些 三月的时候 我想还差 五穷六绝 那倒是 所以就是继续持有 特别是 刚才你说你持有的 这些物管 ATM Magtech 以及教育在线的股份 是的 因为看五穷月 如果五穷月 其实你为什么要想 不要沽了它 其实你就会看到很短 那问题是 沽了它之后 会不会买回 我猜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股神 可以低一些 等五月跌的时候就买 但是五月穷 是跌些什么 跌些大蓝筹 是吗 是的 也会这样 有些人这些没关系 尤其是今天 今天股票又做好呢 因为北水回来 是的 因为之前那两个月 其实这些股票都比较差 其实实际上真的是北水卖 因为这些其实就是某程度上 A股的思维 A股的思维 其实一直过几年 都在玩这个游戏 其实它们不是乱瞅 它们是看得很圆 就是大家肯不肯 学习看得很圆 就是觉得这些是泡沫 就是大家如果说服到 这些不是泡沫 就是在一个中长线 看一间 就是想买一间公司 买它很长的时候 就是大家相信这一套的时候 就要买 但如果不相信的话 就很难 是的 我们要看看自己 到底相信些什么 要了解一下自己 好了 另外我们又说完医学的版块 上了一堂 就是Matic的课 不过再详细一点 可以去我们的 blog 中原博内的 blog 看 因为那些我还写得更加详细 是的 慢慢再研究 是的 因为那些很长的 因为你昨天传了PPT给我看 那我都已经说 其中一篇来 是否看三篇 就是要花点时间 就慢慢研究一下 先讨论一下 因为这些都是Michael 很花心思写的一些资料 就是搜集了很多的来源 才写一些这么好的东西给大家 除了这个 就是9996配加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建业新生活 9983 它是由建业地产分拆出来的 这个是比较小的 因为我们本身建业也很少看 这个内房股 整个内房股的版块 你们全中了 之前借瓦生活 做得很好 碧桂园也是很好 这两个你都详细分析过 这个建业新生活 有没有打动到你 建业新生活 其实我也看过 看过招股书 首先去没有公司建业 其实以前很厉害 就是内房 我想是说十几十年前 曾经应该都挺最高的 就是最高的几家 不过后来 我没有详细看什么原因 就是现在一定不是 讲最大的一定不是讲他 其实去年来说 他叫做大陆的27强 就是销售成绩来说 其实也不是很小的 就是排列27 他会有排名先 起码也有排名 他主力都是河南省 另外他那个物馆建业新生活 就是在物馆的排名那里 因为有一个叫防天下 就是大陆那边 就是专门做一些排名 就是看很多东西 那他物馆的排名排13 其实是不低的 都可以的 对了 就是13 就是他会分析他的规模 他的服务水平 他平平有个排名 但是之前我也提过 其实香港物馆股的估值 其实都很跟着他物馆公司 那他物馆公司销售越大的时候 其实他的股价就越厉害 比如说中海 中海269 其实一间公司 就是都真的 我到现在来说 对比其他物馆股 其实是一间很不一叠的公司 和很不合格式的公司 但是你看到他 都是被人不断买上去的 第一其实他有不水 因为他是这个港股通 第二就是实际是规模大 规模大就是有优势 就是规模 他们现在的钱就是买一些规模大 就是没有公司规模 但是那些物馆 所以为什么那只永胜 因为玉玉辉其实都排到十多 就是在大陆那里来访 所以譬如新城那只 新城也是 PE也有四十多倍 所以因为新城也是十强之内 那这些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建业排到27其实很厚 那27是什么呢 27是类似 其实就类似时代 奥元 就是类似这些规模 所以现在这样的看法来说 整个建业新生活里面 那间公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都是一间物馆 一间物馆公司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它的股值 就可以去到大概20至25倍 这些今年的预期PE 就是理想的话 会有加分呢 就是因为今次 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投资者 叫做高领资本 原来高领啊 是的 高领都是 刚才这么说 是很出名的 是大陆最大的基金来的 即是Private Equity 即是Primary Market 即未上市上市 都会去买一些公司 那是很长剑思维的 那他最近都 这半年都买了 就是叫做打新 就是借IPO入了两间 一间就是6049 叫做什么 1049 6049 很大一只 一只就是这只 两只 起码它 很厉害 所以保力升得很厉害 另外一只就是这只 因为他们高领入了 就是他狠狠入股这些公司 其实好事呢 就是证明了 都证明了这个 这个物馆一样东西 是中长线的 它确实是很高的 很高增长的 那 保理和他入了股保理之后 其实保理的物业都看不到 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做过 但是叫做大 它的尺寸 但是如果说尺寸大的时候 6049 保理和6098 壁桂圆 没公司 其实应该差不多 壁桂圆其实也是最最 top 的 但是现在 保理物业 那个预期的市盈率 今年 是55倍 壁桂圆是40倍 其实这个又不太明白 因为大家都是 说股通大家都是去擠水麦 其实也不太明白 其实我觉得 壁桂圆是最好的 就是服务来说 就是6098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高领资本去入股呢 是有一个日价 就是方英公司有日价在 如果是同一个道理的时候 建业新生活 其实有高领去加持的时候 一定都会被人抽爆的 就是Po 之后它的股值 有可能都会有一个日价在 所以你说最乐观的情况 我觉得这些可能 纯粹看数 如果算数 因为物馆还可以叫做算Po 预期可以去到28倍Po 如果28倍Po的时候 我看它这次上市 我预计都是用最顶 就是最贵的价格来上升 7.2 7.2 有些行商就估计 这一两年的增长是六成 就是建业新生活的增长是六成 如果是这样的话 7.2的上市价就代表21倍Po 现在比较大倍Po 有三成的升幅 哦 即是可以计算到它上市之后 大概的升幅是如何 应该的价值 但上市之后 其实无论是建业新生活也好 又或者是配加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 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候 初段那几个月 其实都不是看公司的业绩 和同业的股值 有个供求关系 是纯粹的供求关系 嗯 明白 好 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都无法更详细地说 所以也有很多观众 已经在问 到底在哪里可以看到 Michael的文章 也可以看看我这个画面 只要搜寻在Facebook里面 搜寻在红猴股 或者Red Monkey 就会找到Michael的Fan Page 而特别是 说到配加医疗已经有 一篇的 三篇 我刚刚最新的 特别是三篇 特别是三篇 其实三篇是说了三间 就是刚才说的TAVL公司 就是微创医疗 啟名医疗 对了 有三篇就说了TAVL 对了 有一篇是说微创的一篇 是说了整个 其实心反支援是什么 哦 就很详细了 如果大家想有兴趣了解 不是纯粹抽 有医学的追求 尝试的话 可以再参考一下Michael的文章 另外我也想跟进 之前的线上教育股 因为整个月没有见你 但期间 其实这一轮线上教育股 那个升幅也有个不错的走势 但我已经忘记了多少号 1797 对1797 那现在 接下来的憧憬是什么呢 他们派的业绩会很好 或者迎起的迎起 然后派好的业绩 现在这个价位 你会不会 但是都觉得可能 估值已经到了呢 其实都没得看的 其实这些股票就像B股那样 这些B股 其实你说 啟名为何值55元 为何值56元 为何上市的时候 30多元 就是现在配加 为何值10多元 又为何升到20多元 其实这些 其实真的 很难去估 其实他们那些行的股价 就是都可以看回 比如刚才说的Matic股票 其实没有盈利 预计 它现在在再延的产品 或者推出了一些未推出的产品 预计在未来十年之后 如果那些未推出的产品 在研究的时候 成功是多少呢 成功了之后 又会带入多少收入呢 然后折扣回来 看看价值有多少 其实中间有很多价格在 如果这些产品是坏了的话 就是Touchwood 如果你说配加 这个产品还未推出的 它是临常做完的 就是还未在中国的药监管 还未通过 预期这个夏年的年头 就是第一季第二季通过 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坏了 整件事就没有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 但是如果相信它 就是为什么会相信呢 其实都看很多东西 其实新东方为什么相信呢 其实某程度上 我想做第一样东西 其实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这些公司的管理层 因为其实你去看这些公司 为什么可不可以做到这个市场 预期做到这么高增长 在这个市场可以摆到一个地位 可以有竞争优势 其实就看看那间公司的管理层 过往的记录 那配加 就是说多一点 因为觉得很重要 因为配加的管理层 叫张一 张一其实就是他在微创 微创现在是一间很大的综合的企业 就是做MATTED 即是是8.5.3是出来的吗 他是8.5.3出来的 他是8.5.3出来的 微创是常少华去1998年成立的 初来那一年发展得很快 但是很暖 那后来他找到张一 张一他两个都在海龟 那张一都想回来去创业 但是后来被常少华说服了 去北京去上海微创 那接着在2022年帮他执回一间微创 接着那几年执到 就是一个帅帅子 所以这个张一是有能力 就是有线帅 就是中间也都帮微创 找到很多资金 包括现在最大 就是其中一个最主要股东 日本大宠 就是大宠 应该就是保抗力那间公司 那就是其实这个人 是有能力去 在这个行业 以及已经很久 还有能力去做好一间公司 所以现在很紧要 那另外就是启明 启明 启先生 那是启字 启字 启字 他也是很有趣的 他也是微创1998年最初的员工 第一个研究经理 他一直 这么多年都是做这个心脏介入 就是他做研发的 所以这个人也是信得过 就是为什么有一个公司 就是因为信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根本在这个大陆 在这个学业 就是做心脏介入 是做了二十多年 是最深于研发 就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也可以信这间公司 会做一个产品 是可以帮助 就是做得成功 好 那我们这个医疗版块 也可以再参考Michael的文章 另外我们教育版块 我想问你 就是这位朋友 已经7元 买了1769 他自己 虽然买了 但他也不明白 最近升得这么厉害 升了上14元 这个也算是半身股 那会不会Michael 也有点研究 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其实我也想 因为他也停了很久 对 上市表现很好 也停了很久 最近也升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想研究 但他还没研究 好 另外一只却月 就看过 其实出月好像跟他差不多 但出月的表现没有什么 究竟CR6 究竟是什么欧生之处 对 他很厉害 你知道他三个多IPO价 现在是14元 就是太过分 所以应该是个人之处 希望在未来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 Michael答应了我们 如果想知道 对于Michael的思考路 或者卓越 卓越 卓越 的意见是如何 就紧追踪着我们的中环财经年线 通常一个月Michael会上来一次 至于挂着Larry的朋友 也不用带过灰心眼 因为隔个星期 下个星期三 Larry都会上来做节目 其实我们都是大家 所谓的成果都大家研究 所以如果中间很渴求 即是Larry和Michael的意见 分析的话 也可以快点上去他们两个的文章 即是Facebook 或者你们的blog 也要看你们的文章 好吗 谢谢Michael 今天帮我们分享 明天的中环财经年线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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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